那你知不知道 回到大陸自駕遊和出國自駕遊的要求有什麼不同呢? 你又符不符合這個要求呢? 其實我覺得在大陸租車價錢就不貴 而且你選什麼車都是封檢游人 以下就為你整理了 香港人回到大陸自駕遊的完全指南 立即看下去 灣區生活多些容易告訴你 移居回來灣區肯定會有方方面面需要考慮 例如來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我們究竟要怎麼辦呢? 我們容易工作室 會從飲飲食籍到各方面生活的貼士 都會還原最真實的狀況給大家 而且還會邀請居住在灣區的嘉賓 真實地分享所有的生活給你們 了解清楚再做選擇 一點都不像 灣區生活知多些 2024超容易 加價告訴你 現在我們周圍去旅遊 除了高鐵、飛機 很多人在當地都會打滴滴 方便 但其實我自己是比較喜歡自駕遊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呢? 因為你想想自駕遊 隨心所欲 在自己一個有隱私的空間裏 唱歌仔 又可以吃零食 開開心心去到邊 又可以停到邊 其實都是一種很熱門的出遊方式 我們香港的朋友 除了去日本和澳洲這些熱門的自駕遊目的地之外 其實現在回中國大陸自駕遊 都是一種非常流行的出門方式 你知不知道 回來大陸自駕遊和出國自駕遊的要求有什麼不同呢? 你又符不符合這個要求呢? 今天由鄧家旁來告訴你 以下就為你整理了 香港人回大陸自駕遊的完全指南 立刻看下去 第一個問題 大陸有什麼租車公司可以推薦呢? 在內地比較有規模的租車公司 有神州租車、自尊租車、日械租車、 安非市租車等等 除了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 或者download Apps之外 透過攜程這個網站 可以直接對比到不同的租車公司價格 同時在網上預訂租車 第二個問題 在大陸租車的流程是怎樣的? 首先香港人在大陸租車 最重要是準備回鄉證 有效期要超過租期的兩個月 以及大陸的駕駛證 有效期要超過租期的一個月 那我們以神州租車舉例 首先要選擇你的目的地城市 以及取車的網點 如果你還車的地方 會在另外一個城市或區域 記得要取回異地還車 選擇取車的時間和還車的時間之後 不方便去到車站拿車 你還可以選擇上滿送取車 但是這個要加收服務費 之後就可以選擇一部靚車 除了經濟實用型 還有生能魚車、保母商務車和豪車可以選擇 根據你的需求去選擇一部深水出行的靚車 確認日期和選擇是否需要另外買保險之後 記得要確認下面的租車費用明細 拉到最下面可以見到押金是五千元 但是如果你微信支付分 或者支付部的信用分夠高的話 是可以免押金租車的 不需要更改的話 就可以支付完租車的存款 然後按這個確認訂單 之後留意一下 租車網會發送確認訊息給你留下的電話號碼 亦都可能會要求提前確認身份證明文件和車牌驗證 大家記得看短訊就可以了 回大陸租車在灣區最方便 是可以選擇一個關就到的 樓湖深圳火車站、黃江口岸或者深圳灣口岸 去其他地方旅遊的話 通常都是直接在機場火車站取車最方便 租車公司的取車點分為門店和送車點 如果取車地點是門店的話 在門店交接完手續就可以直接開車走 如果是服務點或者送車點的話 工作人員會聯繫你交收車輛 第三個問題 大陸租車會不會很貴? 其實我覺得在大陸租車價錢不貴 而且你選什麼車都是封檢尤人 大家留意一下 在大部分租車網基本收費 已經包括租車費用、基礎服務費和車輛整備費 不包括在基本價錢以內的額外收費 是會包括兒童座椅、送車上網服務費、 跨網點還車、異地還車的服務費和超時服務費等等 不同的城市和地區都會有少許區別 以這個小型五人車為例 在深圳的日租大概是150到300 在上海日租大概是200到400 港車的話都是150到250左右 但如果去到三亞 就可能會低到70到150都可以的 大家租車之前 一定要留意這個收費條款 看清楚究竟有沒有隱形消費 還有 還車之前 記得把這輛車的油量 進回你拿車時候的油量 這樣的話 它就不會收你這個加油的服務費了 找容易、輕鬆些 從了解本地生活 到買樓、裝修、拿包入住 因為容易好實在 所以實在好容易 我們很有信心給你滿意的全程體驗 馬上連繫我們 開啟你值得期待的玩它新生活 第四個問題 國際駕駛證可不可以在大陸使用呢? 首先 中國是沒有加入國際交通公約的 換言之 國際車牌是不可以在內地開車的 香港和澳門的居民 如果想在中國大陸開車或者自駕遊 是一定要持有中國駕駛證的 第五個問題 香港人怎樣才可以拿到大陸駕駛證? 香港人申請大陸駕駛證 通常可以透過本地的駕校代辦手續 在駕校的香港分店提交所需的資料和費用 就可以代辦申請大陸駕駛證 以及做一個body check 然後就可以拿到大陸牌 不需要再另外考試 你也可以在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的網上車管所網站 或者是we check裡面的深圳交警微信公眾號 約廣東省內23個指定車管所去辦理 當然啦 本身你都是要有香港的車牌才可以轉回大陸的車牌 香港和大陸的車類是有少少不同的 以下對比給大家看 持香港1A或者2A類車牌 可以換領中國C2車牌 也就是自動波 持香港1或者2類車牌 可以換領中國車牌的C1 也就是棍波 年齡都要是69歲以下 持香港9或者10類車牌 可以報考中國車牌A1 年齡是26至49歲半 持香港20類車牌 可以報考中國車牌A2 年齡是24至49歲半 持香港19類車牌 可以報考中國車牌B2 年齡是21至49歲半 大家可以記錄下面這個表格 其實只需要留意C1和C2這兩個常用的車牌就可以了 中國車牌的申請文件 我們再提提大家 首先你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 以及有效的香港駕駛執照 然後還有回鄉證 內地認可的醫院檢查證明書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四張證件相 這個可以在你辦理地點自助體檢拍照機裡進行 證件相的要求大家可以記錄下 提醒大家 內地的車牌有效期是六年 過期之前的三個月記得去換證 第六個問題 大陸的交通規則和香港有什麼不同呢? 大家留意大陸的車 我們司機是在左邊 香港的司機是在右邊 所以我們大陸的行車方向和港澳的行車方向是相反的 如果你在大陸租用左軚車 應該會遇到車輛偏右或者感覺不夠位 轉彎打燈不就手 容易入錯行車線 一些習慣的問題 建議大家一開始 可以在比較少人的地段熟悉一下手感 中國大陸的交通規則和香港是大同小異 不過大家要注意 中國的這些監控是真的非常嚴格的 例如你見到實線的時候 如果你要直行 你就記得要走回直行箭咀的這條線 就不要去走左或者走右 如果不小心入到最邊邊的線 你就只可以暫時左轉或者右轉 有機會再調回頭 千萬不要切這條實線去轉路 還有監控 捉開車玩手機的問題 都是很嚴格的 如果你在開車的途中 需要聽電話或者看導航的 都是建議大家開面提 或者開導航的提示音 不要把手機開在手上 另外 Gaga作為一個十二年的老司機 真的很真心地跟大家說一句 在內地開車其實真的需要一個非常好的心態 和打醒十二分精神 因為我們內地有很多這種電動摩托車 它會橫衝直撞 很多人開車就想打尖 然後不讓你 如果不小心發生碰撞情況 記得要打交警電話 一言而求助 一般情況下 我都是不建議私了去解決的 最後還說回內地高速的收費 內地高速公路的入口和出口 一般都會設有ETC和人工的收費通道 一般人工通道都會在收費站的最右七 可以用現金或者微信支付 支付簿等付費都沒問題 好了 今天的租車攻略 就和大家介紹到這裏 相信大家對怎樣在大陸租車 已經了解清楚了 如果還有不明白的話 記得在評論區留言告訴我 大家留意7月8月就是我們大陸暑假出遊的高峰期 希望大家回來自駕遊的時候 出入都要小心點 而且都要注意安全駕駛 出去玩 當然是開開心心最重要 覺得這條影片有用的話 記得分享給你 都想要回大陸自駕遊的朋友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回到灣區 肯定會有方方面面需要考慮 例如來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我們究竟要怎樣算呢 我們容易工作室 會從飲飲食職到各方面生活的提示 都會還原最真實的狀況給大家 而且還會邀請居住在灣區的嘉賓 真實地分享所有的生活給你們 了解清楚再做選擇 一點都不像 這麼多的樓盤、這麼多的區域 究竟要怎樣選擇呢 真是很煩惱 但是我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有不同的需求 在合適的區域裡 我們就一定要慢慢了解 慢慢去選擇 所以熔兒工作室推出了 零壓力的體樓服務 定制化的體樓路線一對一 帶你去了解周邊陪圖 幫你選擇深水的單位 入住新居肯定是人生大喜事 熔兒有Herry、Francis、Freddy、Mambo和Sherry 裝修這麼大件事 肯定是要做得放心 交付有保證 熔兒頻道每個星期 至少都會有兩個裝修落地案例分享 每一份案例都是一份交付的信心和保證 這麼多案例都是實實在在看得到 放心交給熔兒 喜迎新居入伙 找熔兒輕鬆些 從了解本地生活到買樓、裝修、拿包入住 因為熔兒好實在 所以實在好容易 我們好有信心給你滿意的全程體驗 馬上連繫我們 開啟你值得期待的玩他新生活